怎么穿才能又高,又瘦,又美呢?我们总是纠结在那些细枝末节,用无数可以掩盖身体垂线的单品,制造美丽假象,在这场声势好大的战斗里越战越勇。 然而,总有几处硬伤不那么容易解决,比如头尾偏大,各自向二二三姐妹Ashley Olsen和Mary Kate Olsen出了名的身材较小,但是她们始终如一的穿衣风格,成功赢得了许多死忠粉的追走。 身高不够,比如五五分的二二三姐妹,从来不用什么穿搭衣水修饰,和完善自己的身材缺陷,去盖泥浆在她们眼里可算不上是什么好办法。 可是,很多亚洲女生却存在这个审美务区,把好的身材比例与长腿划上等号,甚至在修图的时候,失去理智的不断拉长腿部线条。 同时,还会选择很短的上衣或裙子,事实上,没有天生的好比例,这么穿只是在暴露缺陷而已。 奥尔森姐妹通常选择穿大好几号的衣服,异常舒适的宽松单品,能减轻她们明星光环下的巨大压力。 不管是出席活动,参加宴会还是走空谈,加大,加产款的衣服,都是不可缺少的战袍,遮住不完美的身体比例,用自信的妆容和放松的体态迎接闪光灯。 从偏朝一串,奥尔森姐妹转型成为服装设计师,创立品牌The Role并大获成功。 他们钟爱的宽松,加长款的风格,也是其中有效遮盖上下,深比例,并且大量用黑白,显性,卡币的冷色调,创造另一种形式的极简风格。 The Role 2018秋冬系列,后中的家常大衣,完全包括身体,在细节设计上也别只细心,经典的泡泡袖口,和衬衣是衣领紧贴肌肤,并含起无从入体。 另一个著名的强款专业户,Le Mer,在2018年秋冬系列中,用多层次的点穿,让长袍炒开穿着时也足够保暖,闲见色彩的点缀在秋冬之际一场珍贵。 根本没有人想要在瑜伽学的季节,踩一双高跟鞋来回奔走,穿高跟鞋可以拉长腿部线条的国际准则,就用一件超长风衣来打破吧。 在时间紧迫的早晨搭配上,下身简直是噩梦,不如内大永不出错的基本款,套上温暖的羊毛大袍子,以为因果马上出门。 腰带和大衣,本来就是天生的一对,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身材选择一个最合适的位置,用腰带划分上下身比例,长腿细腰只需一秒。 腰带可以随心情而选,用自带腰带可能会丢失些许趣味,不如用鲜艳的颜色打破整体造型的低调暗沉,或系上皮革材质的腰带,与修身的超长大衣,打造一个雷利风行的职业女性形象。 琳琳满目的秋冬单品,让你眼花缭乱了吧?贴心的小编为你们精神以下,已经涵盖了不同颜色,材质,款式的最美潮袍,直接拿走,不客气。 RAEY防风场款大衣台四 Max Murray纯年风衣 Y Project纯年风衣拉绒鞋纹的外套 Michael Lozada纯年灯新绒风衣 Michael Lozada 西光灭亮风衣扭扣制式羊毛混仿外套 Lamara Mane混仿阔型大衣绿色羊绒 阔型大衣 Balenciaga 阔型大衣 Prato 羊毛大衣 Lauru 羊绒混仿阔型大衣 Gio Sando 羊毛 阔型大衣 Gabriely Hurst 双排扣 混仿大衣 The Role 羊绒羊毛混仿外套和围巾策划 巴沙时装组